出社會四年的Allen 因為工作需求得以車代步 因此就入手一台160萬元的汽車 頭期付了60萬 貸款貸了100萬 然後那時候是分三年 所以一起要繳到2萬多3萬 只是沒想到除了背車代之外 養車費用也相當驚人 包含停車 加油 保險費 等Lily Coco一年加起來就要19萬 車代已經繳清的它 等於這四年開車就花了236萬 還不包括十次擦撞事故的費用 外送員的摩托車 因為它違規左轉撞到5 這樣原廠估大概是5萬塊 最心痛的是車子一旦擦撞過 就會掉價以現況折舊 殘值只剩80萬元 常常在跑忙 因為我里程會比較高 里程高它的價格就不會好 應該會考慮要守車 一兩年 兩三年的車 車子還是新的 然後它折的價錢也高 這樣買感覺會比較划算 如果說每一年呢 都得支付加油 燃油等固定費用 但是你前期呢 把車價稍微降低 選一些二手車的話 或許對手購族來說 壓力會比較小 預算 然後你想要的 什麼樣的車種跟品牌 我這邊可以直接介紹 從百萬名車到平價車款 在二手車行通通找得到 就算是孝子族也能入手 新車的價介於50萬 到六七十萬之間 那麼如果說它開個兩三年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它折就折了一二十萬 那麼可能還有三四十萬的 一個產值 第一次選車的這個年金 主群來說的話 那是非常適合的一個車款 例如一台三十萬的 國產二手車 頭期款得準備五萬元 分三年貸款 每個月車貸大約八到九千元 而款式上最好挑 試占率越高的 越有保值性 我的建議還是以日本車 譬如說Toyota啦 Honda啦 或者是馬自達啦 很多人喜歡的話 就等於說它的 它的一個價值 就維持在那個地方 它的折就力 又比別的品牌 又稍微低一點點 這邊有個線條拉到前面 它是非常筆直的 但二手車最怕的 就是買到事故車 因此得觀察外觀油漆 還有車門的原廠商標 是否還在 至於坐墊得看顏色 縫線有無一致 如果不安心 也可再花三四千塊 請第三方檢驗 但是鑑定完不代表里程 還要請這個車商 自己本身要備注 一定要在合約書上面 寫得清清楚楚 除了買新車或二手車 現在租車也成為新趨勢 我會比較care的是說 我要把現金留在身上 不要花太多的車 一次支出在使用車輛的費用上 上班族吳先生曾經也是有車一族 上一台140萬元的汽車開了三年 換車折就被扣了一半車價 因此轉念改用租的 我先租一季覺得還不錯 那我還沒看到喜歡的車型 我就再續約 想說換個車型再試試看 我覺得這也是訂閱車的好處 原來汽車也有訂閱制 以吳先生的寄方案來看 每個月付三萬元 除了加油和ETC費用另外算 其他氣燃費 保養費等等 統統交給業者來處理 我整理一下一個月 跟現在其實差不多 但是我也還有付了一筆頭氣寬出去 因為其實我沒有辦法預估說 這台車開在路上 我很安全 但是別人會不會去 跟我有在門的碰撞 那我要去承擔車輛折救 車輛的保養 如果開膩了 等到下次簽約還能再換款式 根據業者統計 2021年使用人數有1800人 去年3000人 今年上看能以倍數成長到6000人 換車的一個期間 我需要一台車代步 那又或者是我對 有些品牌的車型 我有偏好 訂閱就是可以提供 它一個深度的試駕 那等到我真的滿意了 我再買 或是說我還給這個車上都可以 但無論如何 要買車或是租車 到最終還是得回歸個人需求 沒有絕對答案 八大新聞需要主張 王明昕 台北中央導